冰皮要上软糯 牛奶比例很重要哦 搅拌均匀的面糊过山一下 放锅里蒸23面包拿 就成了软糯的奶糕 趁着它们还热骨 赶紧就换黄油 不停翻版 不烫手了就可以 哼 帮我跳跳拳 揉好后放冰箱冷静一小时 跟罗老师学习个时间管理 我这一小时也没闲着 做了个留心知识 按屏幕的材料加在一起 打到有纹路 但是它有一丝丝的流动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凉色的面团拿出来搓搓搓 对不住大家 我很少擀面 实在擀不圆 但不影响它好吃呀 开始组装 可别贪心的放太多奶油 不然它真的会露出来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哦 这肯肚肚的样子 真是忍不住天咬一口 会流心的提拉米苏 日料店要价98元 再加15分钟轻松搞定 要想提拉米苏有流心的干脚 打蛋黄很关键 先用低速手 把一丢丢的糖和蛋黄搅拌均匀 再混高速手打出细腻感 然后倒入奶酪里搅拌均匀 再加入淡奶油 这是我刚做好的豆腐蛋糕 超简单 如果你做失败了 就在评论区留地址 我给你记忆 用一盒内脂豆腐 煮吹后想尽一切的话 把它打成糊糊 温水做底 奶油奶酪里加入糖 淡奶油 用你的吉利币 把它搅拌到无颗粒 加入豆乳糊 和融化好的鸡皮冰 搅拌到四滑 面包做底 铺上一层蜜豆 倒入木丝叶 忍住泛滥的头水 放冰箱冷藏四小时 用吹风机热肤脱膜 撒上抹茶粉 二个造型 如此有层次感的甜品 真是吃了就停不下来了 你们猜我下期会做什么 要想人生过得去 蛋糕就得做得绿 嘿 其实这个抹茶木丝早就做好了 只怪我猜疏血浅 憋完憋得我头发都快掉霉了 趁着蛋糕还没吃完 我赶紧发出来 为了不影响画面美观 我把配方都写在脑袋点上了 这个蛋糕唯一的技术活就是脚饭 其实我也很矛盾 我怕拍照叫成骂 把你们都哄了 其实只按照我的配方 把所有材料一次加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还没看明白 那咱下周一下午4点直播时间 还是那句话 蛋糕不懂人哦